刑部之事,马上传遍了京都四周,人们预料之中监察院,宰相与范尚书这三大巨头,对刑部,督察院的大反击并没有马上展开,这一点出乎了所有官员的预料。 而殿氏的时候,庆国皇帝陛下终于淡淡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,范贤所看中的几个人都被选入了二甲,至于状元榜眼探花,则并不出奇地归入到一些成名已久世子的头上,而且范贤清楚,这三位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那几张纸条上,当初自己胡名的时候也是做过手脚的。 皇帝陛下对于刻厂变表态更明显的一点,还在于当时殿氏的具体情形。 传演之时,百官十分讶异地发现,太学无品奉证范贤有些扭捏不安地坐在前排,坐在太子和二皇子的下手,微羞笑着,似乎今日未饮酒,所以不像吐师三百纳叶一般狂放,有些不适应被万众瞩目的感觉。 在范贤大闹刑部之后,京中百官早就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,更知道监察院借题发挥,仗着范贤监察院提私的法外特权,将刑部上书韩志伟与督察院御史郭征的脸皮全部扒光,而听闻那夜宫中也出现了好一阵扰扰。 监察院提私,这是一个很阴森的直私,众官始终难以将手握无数密探,暗操官吏生死的角色与范贤联系起来,但无论如何,此时众官在看范贤时,已不再仅仅是将他看作一个文臣,一个背后有大背景的权贵子弟,而是第一次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范贤的实力。 电视之后,春围科长弊案依然在监察院的主理下,缓慢而坚定地审理着,而那位范提私却安静了下来,知道内情的人猜到,范贤在准备数日之后的初始仪式。 三月初三,电视结束,传演结束,插花结束,杨万里,侯继长,陈嘉林,外加一个时产力,这四位骤然间天降横幅的书生,终于去了个空,有些拨安地坐着马车来到了城南大街的范贤门口。 杨万里抬头看着范贤那阔绰的门脸,有些紧张地瞄了瞄门口蹲得凶恶实施,乐乐说道,有些紧张。 侯继长是四人中最沉稳之人,但头一次来到这等豪贵之府,也有些紧张,强称笑颜道,小贩大人都是见过的,年轻有为不说,谈吐也是极有趣的人物,不似朝中旁的大员那般面目可憎,紧张什么。 程嘉林在旁嫩嫩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前些天被刑部与监察院一闹,他们这四个人按道理来说,以人言来论,谁都已经将他们归到了范贤的门下,电视已过,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来俯上拜门的。 说回那日同服客栈里,这四个秀才忽然间发现,庆国最恐怖的监察院居然为了自己和十三衙们的差异大打出手,险些没吓死。 时产力性情最是温和洒脱,此次反正没中,所以比旁边三位友人显得要轻松许多,指着他们笑道, 我看你们确实挺紧张,不过大约不是拜访门师的紧张,而是发现小范大人忽然摇身一变,成了监察院的提私大人,这才有些隐隐畏惧。 朱兄,我说的可是正理。 杨万里又看了一眼那是狮子,苦笑说道,谁也料不到,怎么没两天,师仙范贤忽然就成了监察院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。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,监察院那是多么可怕的地方,朝中这些官员向来忌惮三分,小范大人入了监察院,这名声确实有些不好听。 无知俗人的偏见罢了。 时产力笑着说道,那日在同福客栈之中,你也曾经说过,监察院在监督立志上是极有好处的。 他转向有些不以为然的侯继常说道,郭尚书入狱后,你也曾经为监察院举杯。 怎爹,如今发现门师是监察院的高官,你们反而如俗人一般想敬而远之。 杨万里叹了口气说道,此次春为弊案一事,天下皆知是小范大人手工,后来才真正明白,原来他一直就在为监察院做事。 小范大人此举,不单单是造就我们三人的前途,更关键的是,也为这天下读书人谋了一个稍许公平些的道路,人人感激。 就算知道他是监察院的提思之后,也没有哪位世子敢对他稍有不敬。 至于你我几人,更不用多说,爸爸,就算小范大人将来一直在监察院里待着,咱们还是得好生跟随,这点史兄不用多讲,我也早下了决心。 侯继常微微一笑道,正是此理。 只是有些可惜了,但凡在监察院任职的特务头领,依朝廷规矩,就再也无法入阁败相,不免有些可惜了小范大人这一身财血。 此时,程嘉林才有机会插了句嘴,小范大人还有那个身份,本来仕途就无法大展,来年听闻还要执掌皇上内裤,所以能进监察院任职,倒不算可惜。 众人明白,他说的是范贤那个郡主驸马的身份,一想到几等数人,这位年轻至极的门师,居然会有如此多的身份,大家也觉得好生其妙。 四人在范府门口低声商议良久,终于驱除了一些心中紧张,迈步向范府走去,地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名次。 范府门房早就注意这四个秀才模样的人物,满脸狐疑地接过名次一看, 却发现是最近京中传了许久的那四人。 范府下人都知道自己家的大少爷新收了四位学生,原来就是眼前这四位赶紧攻紧请入门房上茶侍候着。 四人知道这是高门大族规矩,但凡客人上门,都得先在门房引茶代报。 不料过不一时,那位门房满脸不好意思回报道,少爷今日出门了,却不在府中,四位大人是不是留个口线或是择日再来。 四人不免有些失望,但内心深处无来由,却又放松了起来。 偏在此时,一台官轿停在侧门之旁,门房赶紧上前迎着,从轿上下来一位面目肃然的中年官员,双眼柔身有神,行过门房之时,停住脚步,看了这四位读书人一眼。 门房见主子停住了脚步,正要上前介绍,便只见主子摆摆手,转头面向这四人合声问道,你们谁是杨万里?谁是石产烈?谁是侯继长?谁是程嘉玲? 侯继长一惊,心想这位大人居然不问而知自己四人的身份,而且不是单问一人的名字,竟是无意遗漏,想来是不想让几等生出厚此薄彼之感,如此心神清明的人物, 不想而知,一定是小范大人的父亲了,赶紧一礼拜下去,晚生侯继长,拜见尚书大人。 他旁边三个,此时才醒过神来,知道面前这位高官便是小范大人的父亲,也赶紧失礼。 斯南伯范健微微一笑,看了侯继长一眼,略带赞许和声道,看来范贤的眼光果然不错。 接着说道,他不在家,若你们不嫌老人家啰嗦,陪本官进府贤婿几句吧。 这是门师的父亲,应该怎么喊来着? 四位读书人虽然都将是明日庆国官场的新兴力量, 但面对着这位老狐狸尚书大人哪敢多话,老老实实地跟在大人的身后走进府去。 天河路上,那座最丑陋的建筑仍然沉默在春光之中, 道路两边著名的落花流水里没有花瓣,因为春时尚早,花都还未全开, 自然舍不得将衣裳扔入水中做景致。 京都的百姓们依然寻着老规矩,远远躲着监察院行走, 院门前的石碑安静地注视着那些人们,似乎是在说, 院子是保护你们的,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? 不要问百姓为什么会害怕监察院,就像是杨万里那四位世子一般, 人们对于秘密特务机构的害怕总是没来由的, 因为那个衙门似乎没有光,似乎拥有的只是秘密与黑暗。 监察院那个方方正正的房间里,七位首领正脸器宁神坐在长桌旁, 他们知道今天的会议很特殊, 所以望着长桌尽头那位博子院长的目光都带着些许疑问。 一处的头领诸葛在这个房间里自杀之后, 一处便一直没有首领, 木铁也只是暂时领着京中的直司, 所以今天八大处只有七个人。 房门清华无声地开启, 但这七位庆国特务机关最厉害的角色自然察觉, 下意识扭头向门口望去, 就连掌桌尽头的陈萍萍也缓缓抬起头来, 双眼明镜有神。 一个有着威吓眼眸, 满头乱发的老头子勾着身子走了进来。 众人略觉诧异, 却见费界将身子一转, 轻声说道,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, 进来吧, 磨蹭神吗? 他身后那位年轻人, 有些不好意思地闪了出来。 这位年轻人容颜清秀, 独知可亲, 满脸挂着微修的笑容, 拱手对桌旁的监察院头目们行了一圈里, 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道, 大家好, 大家早, 我就是范贤。